我们最大的一个发誓就是 你如果说假的那么你胸部变小 国民党高雄市长补选候选人 李美珍的婆婆 补选站台时脱口说出 说假话胸部就废变小 想帮论文抄袭风波止血 没想到话一出口 违反性贫争议 灭火不成反而变成 啼油就火 会被外界做文章的一些诗言 多少都会被放大效果 所以这个包括党中央高雄市党部 都有责任 要跟美珍这边竞选团队 来锁紧螺丝 笑啊 因为我们在后面想到 这真的还蛮有 对女生还蛮有支付力的 助选变失言 自家人也赶紧帮忙换家 不过潮袭风波已经重创选情 李美珍却还以此自居 成了全国最红 不见先前的歉意 李美珍团队再继续失分 党内上下最担心的是 补选投票结果 国民党被民众党超车 连第二都保不住 难道不担心 民众党的候选人 无意证 根据我们之前的内部民调 媒珍的部分是在两层多一些 距离我们的基本盘 大概三层三层多 还有一段距离 所以我们努力的空间还很多 所以回到我原本基本要讲的 减少扣分的一定要再减少 你不能再有给对手 或给外界做文章的机会 办两三场的顾本汇报 但是未来我们希望 稳住国民党在高雄基本盘 这是最主要的重点 保二是基本要求 但蓝营选情告急也是事实 不止市长之位快要守不住 连党的民生都遭受殃及 李美珍自己不要再出包 才有机会从谷底翻身 怀运新闻林静廷 徐国豪台北报道